我国联同四个国家为东南亚妇女传统服饰卡巴亚申移 国家文物局表示目前进度良好 筹备方面虽然比较复杂 但各国都尽力配合以争取申移成功 记者蔡可安报道 用玉兰花和茉莉花做点缀 传统又时尚的剪裁和刺绣 六套由本地设计师精心制作的卡巴亚 周二起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文莱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联首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 将卡巴亚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移结果预计明年年底公布 那当然是筹备方面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组织了很多小组讨论会 跟51位新加坡的代表 就包括了那个卡巴亚设计师 裁缝师 教育者 还有Pranican Association的成员 一同分享这个生意过程 他们也提供了很多资料 很多人就跟我讲 这是传统的服装 你不可以把它变 如果你变了 它就不是你样的服装了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不以时并进的话 那这个传统服装真的是会消失匿迹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我应该把格巴亚带到比较前卫一些 从今天起到4月23号 公众可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 之后展览将在滨海湾花园 和淡冰仪天地轮流举行 一直到5月24号 名为致我们热爱的卡巴亚的展览 展现南洋女子传统服装独有的风情 公众还能通过展览了解生意的过程 以及卡巴亚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接下来土生文化馆和马来传统文化馆 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相关的活动和展出 新传媒新闻记者 蔡可涵报道